测试奔驰JLS320 4MATIC 生活完美搭档 关于奔驰JLS 有人说它几乎全能 有人说它是越野的S级 我的这两位同事 在测试过JLS和JL500之后 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大喜欢想拥有 我没开过JS500 我只知道它是台好车 很全能很贵 和AMG套件的外观简直帅爆了 现在有辆JLS摆在我的面前 但它只是个320 听起来一点都不带劲 而开了几天之后 这家伙也让人心里中了草 这辆JLS320是JLS入门级别型号 它把JLS的售价门槛拉低到了102.8万元 JLS已经不再是奔驰最大的SUV 但气势还是有的 但并不补人 与下竞品相比 它算要轻和力的 前方位样式比JLS400和JLS500的 要平淡很多 但还是挺运动的 看着有劲 大灯是熟悉的奔驰样式 流畅且稳重 它的光源为全LED 还带有自适应远近光功能 后视镜带有辅助摄像头和云金灯 能电动辙叠 就是尺寸有点偏小 只有英寸轮毂 放在质量大家伙上 从视觉上来说 只能算是个及格的水平 由于AMG外观套件 JLS320的车身尺寸 与JLS400和500有差距 但依然是大型SUV里面偏小的 JLS的外形比例非常的协调 做到了大二十分 几乎没有大型SUV常见的臃肿感 都是大型SUV 但与林滕领航员凯吉拉克凯雷德 英菲尼迪QX80 这几个对手相比 JLS3V还是差了那么一小节 尤其是1934毫米的车宽 与GLE是同一季节 少了分狂野和震撼 JLS却拥有了更多的城市感 它的外观在这个级别里 最有亲和力的 它也大 但靠近它 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紧张